宇宙中是否存在除地球以外的生命呢? 科学家的回答是肯定的,在近百年关于外星生命的探索中,科学家们始终无果,但是,有一次,我们几乎可以揭开真相的面纱了,无奈被影响,此后再无解,三体的黑森林中,有这么一幕,天眼收到来自宇宙半人买座发来的信号,暗示我们被无数恒星包围了,千万不要回复此信号,可见,不少天文爱好者都认同有宇宙外星生命的存在, 同时,通过探测宇宙间的信号来探行地外生命存在的踪迹,是科学家常用的手段之一,20世纪70年代左右,科学家启动奥兹马二计划,该计划旨在收听来自宇宙间无线信号,通过分析其频率波段等基本信息,解析信号,以确定并追踪地外文明的位置,该计划刚发布不久,便有了可喜的收获,为了形象地表示对此次收获的兴奋,科学家们称之为,哇哦,太空信号, 试想一下,你什么时候会发出哇哦,就可知科学家们的心情是如何惊喜了,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,或者说现实是根据历史发展的,科学家通过解析哇哦信号发现,这个信号来自宇宙人马座,恰好是三体中的情景,如此,便证明了外星生命确实存在, 那么,这个信号会是地球上某个人为了搞怪,或科学家为了荣誉,故意从地球发出的吗?经过多个领域专家摄入,分析了该信号与地球发出宇宙的信号,无论从波长,频率,幅度等信息都与地球不匹配,另外,从距离来说,这根本就不可能从地球上发射出宇宙, 再从那边回来,仍是这般信息,经过种种证据显示,该信号却来自外太空,这也是宇宙探索地外生命发现的最近距离的一次信号,宇宙中如果外星人真的存在,他们到底是好是坏,喜欢科学宇宙天文的你,欢迎关注,每天都能引爆你大脑。